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传媒》《传媒》 《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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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節 完蛋了 《传媒》也不用播了 《传媒》也不用播了 下一節 啤梨晚報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慢打 《传媒》是我的 老實說,這屆球輸得不太醜,因為西班牙真的比他好,發揮 但其實是否不能捏呢?也不是 我們見到甚麼叫好的領隊呢? 就是令到這群球打到應有的水準,甚至打高了水準 為甚麼呢?除了很漂亮的足球技術,腳發之外,有很多戰術 當然要有些運氣,但我們見到修副機其實是不夠的,真的去到這裏 他任何都合理的 但我都說,這麼聰明,連你加了很多人,你們去教 你不就多了,爲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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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等於當日我們做評論 或者有些人做評論,有人說,你這麼聰明,你去做 我們最明顯是甚麼?你沒有評論,我上顏色做 你給錢我,你給我做 你以為他們去教,英格蘭逐種找他們才行 又或者人家不願做 又或者人家真的做,真的可能會好 你這樣那些真是意氣說話 評論是不需要,那個評論是否有道理 即是不需要說,你一定要搞得好你才可以評論 如果是這樣,這個世界上沒有多少人可以評論 是吧?因為我們都沒有做過領隊 那你實際上,你給我看下去,很簡單 為什麼爬馬,你看得很清楚 爬馬,甚至火力草政選 你只是看看霍頓,在被換出之前,不要說上半場 是完全沒有表現的 是沒有表現的 幾乎都沒有表現,四強比較好 其實你用不了他 英格蘭足球先生,你也有問題 你沒有說明書,有沒有打電話給 其實有時就得太緊要 又要白鑼就給靈涵 夠不夠膽,出氣給靈涵 又未必夠膽 好了,講一下我們這一節 主要講一下我們偉大的祖國 這宗新聞我都覺得很驚奇 不是第一鑼了 統一企業公仔面事件 出現什麼呢?老鼠頭 我們有照片,給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是不是老鼠頭 你說大陸的東西 有人專門找老鼠頭去屈他 我們要看統一自己本身的記錄 這個叫統一老壇 老壇酸菜 酸菜麵 酸菜牛肉麵 這個東西很難看是不是老鼠 但是那個筷子 捉住那個應該是口 為什麼呢?下面有一張是牙 都不清楚呢 就看看旁邊的素 是呀,屌你了,有沒有 屌你了,是嗎? 會不會放進去屈他 這些不奇怪的 大陸什麼都發生 但是作為老壇酸菜魚 我想他們都不容易就飯 OK?很簡單 整碗麵拿去 如果還有碗麵 你丟兩人都不能說 他化驗一定是驗到 你是不是時候加進去 還是怎樣 只看息數 就不像是時候加進去 老鼠頭 好了 統一的相關負責人就說 已經當面拜訪消費者 消費者原發影片都刪除了 這個不是回答來的 拜訪消費者 我們有拜會的消費者 消費者很明顯 那你還是花錢 很明顯 低備大人教員 給錢 是嗎? 統一是什麼呢? 統一呢? 很厲害的 他是台灣企業 統一 統一的那個集團 可能應該是 統一 首先不要說什麼 原來 統一已經是 方便煮食領域裡面 中國公仔麵產量 已經排到世界第一位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很簡單 人當 在日本有億多人 在歐美 人家吃不吃這些麵 吃的 鬼佬也吃的 但他本身的主食 不是你這些麵 沒有那麼多 主要是唐人 日本和亞洲人 原來統一 已經是世界第一位了 而中國人坤的公仔麵 佔有兩人坤來計 都排到世界第九 因為中國 就這樣說 有很多其他 真是那些 野食的 現在真是很多 就不只是公仔麵 好了 那這一個 事情是怎樣呢? 這個叫吳先生 7月14日 在家附近一間店舖 就買了這個 統一老壇酸菜牛肉麵 當問食用的時候 吃吃吃吃 你媽媽發掘一個老鼠頭 就立即向當地的市場監管部門投訴 市場監管部門就說 喂 這樣這樣 不肯對勞 那當然 市場監管部門 都是客氣的 這樣就自己拍照 不要說話了 好了 這個網民 就用發表 吳先生 就將這條影片 放上去 就寫著 米奇沒頭腦 那米奇就是米奇老鼠 他說 在統一老壇酸菜牛肉麵裡面 吃了異物 他說 吳你媽媽 這個好像是老鼠頭 在酸菜麵裡面 在酸菜麵裡面 因為他呢 凡生這些 有個酸菜麵 就是送麵 有個麵 吳他老鼠頭 他說 吳你媽媽 我還咬了一口 哇 這一下真的大了 這一下真的大了 你有沒有kiss他的嘴 吃他的酥 事件當然 吳你媽媽發熱意 網民說 吳你媽媽又是老壇酸菜 吳你媽媽 自從上次事件曝光之後 我已經很久沒有吃過酸菜麵 我猜不到 這件事還有續集 事實上 原來統一企業 不是第一次爆出食品安全問題 在黑貓投訴平台上面 你去統一 你去統一 顯示 你過去一年裡面 有四萬六千八百八十九 檔投訴 當中呢 是消費者對統一產品的投訴 包括 統一旗下生產產品裡面有二物 老壇酸菜麵的包裝破損 公仔麵裡面有蚊 老壇酸菜麵裡面有二物 很多問題在老壇酸菜麵的 我想這個廠房這個工廠很有問題 而呢 2022年315晚會曝光的土坑酸菜 涉事企業 即土坑酸菜事件裡面 其中呢 統一又是供應商 在官媒拍到的畫面上面 湖南插其菜葉 錦碎食品有限公司的工人 是穿著拖鞋 和赤腳在醃製酸菜上面 踩 即是醃酸菜用腳踩 其實是很平常的 還將食過的煙頭 丟進了酸菜裡面 其實不是煙頭 我都說錯了 我看過那段片 是煙灰 煙頭人們會看到 煙灰 好了 這個湖南插其菜葉 和錦碎食品有限公司 這些酸菜也有供應給 這個統一 統一不會自己做的 這些酸菜 大家就明白什麼事了 好了 而天眼茶App顯示 昆山統一 這個是統一 在昆山的 企業食品公司 在93年5月1日成立 由統一企業 投資有限公司 傳資擁有 沒有公司就是台灣 統一企業集權 在2023年12月去年 一份公仔麵的質量 抽檢總顯示 抽檢匯總顯示 近三年內 有67批次公仔麵 在檢測中發現不合格 涉及的 涉及的 有統一的 小碗熊 三養 EGY COCA 不倒翁等品牌 不合格的項目 包括 酸價 菌落總數 大腸廣菌 個氧化質 主要是涉及微生物超標 油脂不新鮮 違規使用防腐劑 水分超標 甜味超標 還有殘留的異物 沒有說什麼 殘留異物 我吊你老母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 大家繼續上去 我不要說上大陸 我有回鄉症 我會上 大家定下 我在街上 我看到現在的士多 阿正你這麼留意 街頭行 現在賣的東西 已經很多賣到大陸吃 以前沒有 那幾年 那些鴨頸 那些鴨頸 我真的不會買 大陸我都不吃 現在在香港的士多 我們樓下都有賣的 現在的人 喜歡吃那些東西 就是因為我們換血 換得太多 當然 為何你喜歡吃那些東西 我們零食都不是吃那些 我們不是買一包天虎花生 是不是 為何為何 無論如何吃鴨頸 我真的不會 神經病 就是這樣 另外這幾個單 沒甚麼特別 一線城市 我們不要講遠 講深圳 新一季的登記失業人數 同比增加40% 不是失業人數 40% 是同比增加40% 如果去年 深圳的失業人數 是10% 那可能現在是增加40% 可能是14% 就是這樣 好了 現在有個現象 大陸社會事件領域的創作者 漢文在搜索 搜狐新聞說 他說 繁華的深圳 現在有個很特別的現象 就是很多網民說 他們去圖書館的時候 閒日 即是各大圖書館 不只是現在標榜了龍華區 紅山的深圳圖書館 發覺都是爆了 錯滿人 而且以年輕人居多 於是記者做訪問 發覺這些全部都是失業的年輕人 因為他們 這是很淒涼的社會現實 因為他們 不想 家人擔心 所以 就穿上班服 最好去哪裏呢 天氣這麼熱 當然有冷氣的圖書館 而且圖書館還有Wi-Fi 他們可以上網 看看會不會找到工作 但是 大家知道 用那個電腦 發出一些 E-mail 一些固執信 換來 當然是 石沉大海 或者 你去interview 結果又是失敗 就繼續 慢慢 其實是很打擊信心 例如我試過沒有事情做的時候 問題是 會打擊信心 你想找不到自己適合的工 你會打擊信心 但是 譬如我 我沒有爸爸 我什麼都做 我可以做控制 我可以搬貨 雖然都是會打擊我的信心 但是 我還可以憑對手 找到餐飯吃 拿到夠錢回家 你都沒有這麼責任 但是現在 那些工你都不夠人搶 你只是 那些勞工 天天 好像 我看那個 什麼 看葉問 那些勞工 那些工地 等人家 開工 100元 150元 你不夠那些欠 你的體力 是吧 好了 那麼 老實說 這個社會現象 我們不要說 真是香港 大陸更加是 大陸更甚 香港對這些 失業的支援都不夠 大陸更加 我不知道 深圳 有沒有什麼失業救濟金 我真的沒有聽聞過 你猜 有多少 你猜 那這些年輕人可以捱到什麼時候 可以捱到什麼時候 這個也解釋了 其中一個原因 第一節說的 社會那種暴淚 就是這樣出來的 因為現在 那些年輕人 在圖書館 中老年人 都很多是失業的 嗯 特別是 你深圳 因為 很多工業 已經在十幾二十年前 就越來越 比較不上 他在東莞 他在府門 他已經轉了 做服務性行業 深圳的主要員的勞工 其實都是外來人口 回鄉下 都沒有田給你耕 也不懂耕 那你說怎樣 怎樣出條路 怎樣走 另外 早兩天 特朗普遇刺T恤 這就真是厲害 連BBC 即是外國新聞都有買 在特朗普遇刺 兩個小時之內 就上架了 那些T恤 就是那張 肺肺肺那張照 戴著那張 那些T恤 他後來訪問那些 個體戶 他說其實 首先是觸覺很大 首先要這樣說 原來特朗普遇刺 在大陸 短短幾天 已經破了 不知一百億個view數 人們不斷地搜索 當然美國總統遇刺 當然是大事 你猜有沒有多少 阿大都遇刺得 於是有人去看看 一百億 你怎麼搞錯 人們很喜歡看 還是很支持特朗普 但是現在的BBC 星期二報導 中國電商平台 全部 特朗普這些T都下架了 我就要這樣說 大家明白甚麼事 三中全會 所有不穩定因素 你當然要甚麼 用甚麼意義明論來聯想到 阿大都對得 不這樣搞錯 有樣學樣 大家明白 但是 你叫人們怎樣做生意 我做一件T 如果下架的原因是 因為 如果美國 譬如特朗普說 我把安全擁有 等等 這樣 如果是文明社會 大家很明顯知道 不是 就是 你最好笑的 就是 如果這件T 上架 你過來兩個小時 已經賣了 在月圈兩個小時 之內上架 過來兩個小時 就賣了2000件 厲害 厲害 其實 我覺得 如果不是下架 這件T是以千萬件賣的 一定是 因為 很明顯 譬如 共和黨 你那件T 可能用這個來做 競選 還可以 是嗎 即 沒有事 政權安全緊要 我也認同 不要買少一些 至於那些商人 那些商人 他們是甚麼理念 其實不重要 他聞到就沒有 所以 中國人如果是一個 好的制度下 你怎會輸 多想 當然 我作為一個 都是一個MyT 其實我一見到那張照片 我已經知道 我沒有這個平台 我已經知道 好 好了 這件事在重慶 這件事 拿來衰 這裡有 在重慶 女子凌晨打的 租司機 猥蝕 影片在網上 封傳引發關注 網上的影片 就見到 有個司機說 兩個美 兩個妹子 乘車沒有錢 我摸一下波 車費 就不收 然後 當然是說國語 司機就從駕駛位轉身 向兩個女人伸手 他還在說 我現在要開始摸了 還在旁述 好了 的士公司就回應 情況收到 現在召回司機調查 還會報警 市公安局 江北區分局通報 7月3日凌晨4時多 這個司機 裴某 咦 上了兩個女子 雙方交談 還加上微信 裴某說 裴某說 他摸兩個女子的波 還未被拒絕 他為了搏眼球 就把視頻 上傳網路 其實真的拿來碎 因為 偉大共產黨說 這樣也可以 這個會造成 惡劣影響 於是現在 這個租司機裴某 已經被行政拘留了 根據重慶公安 江北區分局 7月16日通報 事件發生 就是在 3日凌晨4時多 30歲的河南司機裴某說 30歲 叫你剛剛 開車 遇到兩個 一個18歲 一個21歲 18歲姓劉 21歲姓張的女子 雙方在車上交談 互相認識 還互加微信 然後兩個女子就說 沒有錢 裴某說笑 沒有錢 給我摸一下胸 於是他就摸 21歲的張某 和18歲的劉某 那兩人空暴 兩個都沒有被拒絕 這樣就好 我也覺得 好了 為了搏眼球 裴某事後 就把車鏡影片 上載網路 造成惡劣影響 目前裴某已經被公安機關 依法處理行政拘留 你說 你是不是 拿來搞 揸了 又開開心過就算了 喂 你就算是 給我 都遮了自己的樣子 入聖金經過處理 總而言之 不會有一絲半點的蛛絲馬跡 讓人知道我是誰 他讓大家羨慕他 你想一下 我就沒有犯法 人家又沒有說 不讓我揸 但你便造成惡劣影響 其實我實說 這個也是大膜的 我不用道德去判斷 如果沒有這樣的法例 你憑什麼去抓人 只要造成惡劣影響 很糟糕 為何我們為一國兩制 為何現在好像沒有一國兩制之後 香港經濟搞不起 就是這樣 休息一會